女排集训队又悄悄来了一位00后,条件太好,有望或狼屏重点培养 小编提醒,需要中文字幕的朋友请点击右下角打开字幕 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多谢您点赞,欢迎您评论 2018-19中国女排超级联赛还没结束,国家队的训练已经热火朝天的开始了 2019年1月,排协公布了首批国家队女排的集训名单 刘燕涵、林立、段放、袁新月等队员已经先后到国家队报道并开始了训练 郎平也从美国回来投入到集训当中 随后,一向奉行大国家队战略的郎导又邀请了一些年轻队员参与集训 比如陈佩妍、车文涵、毛军仪、陈方林等 这些00后左右的队员并不在排协公布的国家一队的集训名单里 他们非常珍惜这次和大姐姐们一起训练的机会 一个个都非常刻苦 郎导也手把手教他们技术要领 这还没完 近日国家集训队又来了一位新面孔 这是一位二传手 2001年7月出生 身高1米87 条件非常好 他就是来自江苏的小二传孙燕 孙燕是国清队的主力二传 去年曾帮助球队获得亚青赛的亚军 他今年也在江苏女排的联赛名单中 不过因为队里有刁林宇和荣万千百两个前辈二传 他本赛季还没有获得机会上场打球 孙燕在去年入选了由国家队教练包装等教练指导的国家后辈人才训练营 并入选营里三个最有潜力的选手之一 大家都知道 郎导喜欢高个二传 李约周期曾重点培养过1米86的沈靖斯 沈靖斯有高度 船球还可以 但其他技术环节漏洞较大 后来不得不放弃 去年在国家队的集训期间 来自天津的1米89的二传孟斗也进入集训队训练过 现在1米87的孙燕进入国家队集训 相信郎导会好好雕琢一番 国家队现在的主力二传是丁霞 丁霞在传球 防守和发球上表现都很出色 但是在篮网上比较吃亏 常常被对方球员在2号位直线超手或打手出界 包括在本赛季的联赛半决赛 夏蒙北京队的丁霞常被上海队的杨洁在2号位突破 所以郎导追求高二传也是有道理的 郎导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说到 国家队在4名奥运冠军退役后 留下了不少短板还没有补齐 其中就指出了魏秋月退役后的二传问题 现在国家对丁霞的主力地位不可动摇 可是丁霞的替补却难以确定 不论是姚迪还是凋零与都各自有问题需要解决 而且丁霞也已经29岁了 后被二传急需培养 否则难免造成青黄不接 跟丁霞一样 孙燕也是左手二传 从外形上看 孙燕长相漂亮机灵 身材轻盈 高而不笨 给人的感觉她大有潜力可挖 希望小将孙燕能早日成长为一名全面的优秀二传 那将是中国女排之福 战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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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